早上起来的时候 爸爸就在修这个打骨子的机器 去年打的时候好像没有清理好 然后骨子卡在里面了 然后发动机的话也启动不起来 今天早上就煮饭早一点 然后好去打骨子吧 从冰箱里面拿了两根腊肠来煮着吃 这样子方便一点 还煮了两壶开水 等一下放凉了 找个瓶子来装着 好拿去田里面喝 来找一点青菜去煮个西红柿汤 然后不辣的这样子小宝也能吃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煮这个汤就喜欢吃不放油的 就是这种清清淡淡的感觉 就特别的好吃 刚刚我妈回来了 然后她去开了这个腌肉来 现在拿来切了一下 等一下好拿去田里面吃 妈妈昨天晚上泡了这个糯米在这里 她现在去干活了 我就负责把这个米拿来蒸熟了 等一下跟那些菜一起拿到田里面去吃 今天做了这几个菜感觉都还挺好吃的 从我们吃完饭了 奶奶她说她帮我带虾包 然后我去割骨子 我妈她们先去了 然后后面她打电话说 这个袋子不够用 然后我又去拿了十几个过来 把里面的那层数量膜给拿掉 搞了应该有十五六个吧 然后我又马上把这些腌肉啊 腊肉还有酸菜 这些都是刚刚我妈办的 我拿去田里面去吃 走到了半路 她就说另外一秋田都快割完了 叫我来到这里 我才干戈了一会儿 辣妈他们就来了 然后搞了一个地方 放那个打骨子的机器 现在也到吃饭的时间了 就拿这些饭菜到盒里面去吃的话 就比较凉快一点 感觉到地里面干活啊 把这些饭菜包来这里吃的话 就感觉特别的香 特别的好吃 能不能 得饭吃 好 劳动